面对俄军兵败如山倒 克里姆林宫昨天终于承认作战失利 莱玉将军 之前俄军都说是重新集结 这次终于承认了 但是责任是推给普丁的军事顾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要推给军方吗 包括什么国防部长或是总参谋长 现在是不是倒大煤了 作战是军人的职责 没有错 如果说这场作战打败了 军人要负绝大多数的责任 可是战略错误 那绝对是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那这一次俄乌战争是战略错误 你整个作战的 你的略在哪里 你是要占领整个乌克兰 还是要让乌克兰的政权垮台 还是要拿下整个顿巴士地区 他这个战略一直混沌不清 不清楚不明白 所以变成说这些俄罗斯的军事将领 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那现在为什么普丁他没有借口 以前有借口说没有 我现在只是转进 我现在只是部队的调整 我部队的重组 我重组战力要再打一次 以前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这次普丁没有借口 因为没有兵 你重组要有兵 对你从俄罗斯 从这些顿巴斯地区 所征来的这些民兵 或者是清俄的这些士兵 你至少要有兵可以征 你有兵可以征 征来之后 我重组了 我重新编组了 我重新整装训练 我准备要做任何的军事行动 你要有兵 有土司有财 有兵才有战力 现在普丁是 我重组 兵呢 兵都跑了 你好不容易从到处 骗来的150个兵 睡一觉就不见了 那你想想看 一个单位150个不见 他那当天只跑掉一个单位吗 那是 现在是整个乌克兰 顿巴斯地区 都是俄罗斯的逃兵 那现在在乌克兰境内 最累的应该是俄罗斯的宪兵 抓不完逃兵 跑光了 说不定宪兵自己都跑了 这就是现在普丁的窘境 我好不容易目到的士兵逃光了 我好不容易找过来的武器 弹药油料 变成乌克兰的 你运到乌克兰境内 变成帮乌克兰做补给 做补充 所以现在普丁是 已经没有借口了 按照普丁的个性 有借口一定找借口 有替死鬼一定找替死鬼 现在没有借口怎么办 只好找替死鬼 你这个军人的总指挥 你这个总参谋顾问 你这个参谋总长 你要给我负责 你要给我负责 可是国会不满单 俄罗斯的国会 本来是10个20个30个 现在越来越多了 所有议员说你给我下台 普丁给我下台 在集权国家 会叫到普丁下台 这已经是整个压力锅 已经到了快要炸锅的阶段 所以说普丁县没有办法 而且军方有没有可能反扑 一定会反扑 一定会反扑 因为其实任何的专制国家 枪赶着出政权 枪在谁手上 军队在谁手上 谁就有势力 那现在你要把这整个失败 全部归咎给军队 这个军队 你整个三军统帅 已经不顾我的荣耀了 那军队我还听你干什么 我会以国家之名 我会以俄罗斯之名 来讨伐普丁 所以普丁未来所面临到 不只是议会的讨伐 我觉得他如果这样子 强压军队到极致 俄罗斯的军队会出来 反扑普丁 配合议会 一起把他搞下台 这也是 不是不可能的事 嗯哟 嗯哟